你这样撒泼 和市井无赖有何区别 我星辰阁戒律 岂用你讨价还价 玉飞师傅要是舍不得 对白廷军下手 就由我来替你收拾白廷军 师主 你是个恶魔 封天忆 廷军哥哥 你不要这样为我 这鞭子是我十岁那年 父皇送我的 金玉护盘内含软体 用来行刑 绝对不辱星辰阁的威名 与皇陛下 与皇陛下 是想知两族邦交于不顾吗 与皇陛下 你私下约会一伙 到底是谁指使她 私闯禁地的 约会 你说的是这个臭丫头 无缘无故亲了我一下吗 你不提我都忘了 这也叫约会 你说什么 要不要我告诉你更多细节 廷军哥哥 你不要听到胡言乱语 都闭嘴 先杂人等让开 开始行刑 师父 不要 冯天忆 师父不要 今天为师就要制止你 为了女人不顾一切的臭毛病 冯天忆你敢 我这是替星辰阁立威 玉环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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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不要再打了 玉环镇 你就是我的一条狗 你敢拦我 师父 师父 放了一副灵 我若是不放呢 那便是与整个人族为敌 大胆 跪下 跪下 白廷军 平日你是一个知情达理之人 今天竟然说出 如此大逆不道之话 什么叫与人族为敌 我星辰阁 是人与两族共同的信仰 你竟然敢当众挑衅星辰阁 那就是跟整个兰州为敌 你知错吗 托儿知错 知错就好 启禀师父 七编已经结束了 好 冲女人下手 算什么英雄 你有时间在这儿狂吠 不如转过来 朝我跪一跪 这样说不准我明天的七编 能打得轻点 把义副灵 带回禁闭室 是 是 主上是刀子嘴 豆腐鞋 这鲸鱼虎盘的鞭子抽得七下 可远不及白京军挨的那两下 是 刀子 是 是 是 少主 请三思啊 我知道劫狱的事情非同小可 但方天一 已经把我逼得没有退路了 今天抽在铃儿身上的每一遍 都好像抽在我的心口一样 少主说得对 我们人族 绝对不能被羽族这样践踏 今晚就有劳大家了 廷军 在此谢过 誓死追随少主 有人吗 有人吗 主持人让我来送饭了 送饭 不是要割他一天吗 易姑娘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易姑娘 陛下 找我有什么事 白廷军那边 已经准备今晚动手劫狱了 这么点小事 你以为我想不到吗 倒是白廷军应该没想到 背叛他的人 会是他最好的兄弟吧 易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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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醒醒 易姑娘 你说什么 你等我 我马上就你出来啊 易姑娘 好好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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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们在这儿守着 我去看看情况 少主千万小心 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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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让开 允环真 快想办法 允环真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 你还有脸来这儿 你有工夫跟我斗嘴 不如多关心关心 那个臭丫头 要不是你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停了 灵儿 灵儿 主上 你本事倒是不小啊 灵儿 我还会想别的办法 你坚持住好不好 出事了 走吧 这门一旦关上 里边是一定打不开的 白天君 我们出去再说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工夫花前月下呢 走啊 先离开再说 走啊 灵儿 走 灵儿 灵儿 走啊 灵儿 走啊 走啊 孙金 好啊 太痴了 丧了 很多年了 已经不把为师放在眼里了 他们两个劫狱被我撞进来 师父不要误会 那你也不应该私入进室 白亭君 你真的很让为师失望 都给我关起来 统统在戒律室罚柜一晚 早上才准出来 我看你在机关上颇有学识 灵儿那牢房究竟应该怎么破解 看来非得是那位高人不可 高人 能造出如此精密牢狱的 唯有二十多年前 星辰阁的天才学员 姬叔前辈 姬叔 我怎么在星辰阁这么多年 从来没听过他的名字 姬叔前辈曾经因为一个平民女子 判处师门 自此消失于兰州大帝 此后连他的机关著作 都被星辰阁炼为禁术 我也是花了老大功夫 才从一个江湖人手里 愧得两页残卷 二位心情真是好啊 受罚都能这么兴高采烈 滔滔不绝的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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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了 这三连环就是这样 越动越紧 师父就是偏心 凭什么把我跟你们两个 劫狱都关在一起啊 白亭君你回过头去看看后面 右边数第二幅壁画上 写的什么内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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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动的话不要自己动 我们三个人 一二三一起动 来 一 二 三 七 你 你 停 星辰阁律第五十八条 若平民子弟想进入星辰阁学习 需独自进入浮育林试炼 安全走出浮育林者 即可破格录取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一口一个灵儿叫得亲热 到了关键时刻 还不如我这个他口中的恶魔人渣 易浮育林为什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还不是因为星辰阁的人 一旦他通过了浮育林的试炼 过去的一切岂不易比勾销 浮育林有盐和机甲看守 是何等的凶陷之地 上百年来若浮育林者无一人身还 你这是送他去死 难道挨族七七四十九天鞭子 就有活下来的可能吗 一个是毫无希望 一个是留有一线生机 如果你要是能想出别的法子呢 你就自己去救你的浮育林妹妹 反正天快亮了 某些人又要开始挨鞭子喽 你 灵儿 是我对不起你 廷君哥哥 你别这么说 要怪 就怪那个恶魔吧 七星纪鞭行第二天 继续吧 反正你也怪我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再动他一些试试 不管今天是不是我动手 这七七四十九鞭 他是挨定了 不过正好本皇今天有些手酸 羽还针 我 你来 我 你忘了吗 精英会律 必须遵守 凡会长要求不得不从 这七七四十九鞭下去 这七七四十九鞭下去 令儿非此即残 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不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洛林 你听好了 拿着这个回双车 我的七百金十 听你好理 少主可是要 对 就算赔上星辰阁的百年基业 和我白廷军的储君之位 我也一定要救灵儿出来 属下知道少主宅心仁厚 不愿见异姑娘受苦 可星辰阁在兰州地位超然 少主这般为了旁人 他不是旁人 他是我这辈子最在乎的人 哪怕御势聚焚 我也在所不惜 倒真是个痴情种子 我一直要想要 糯林 你做得很好 谢羽皇夸奖 来人 这都是你应得的 谢羽皇陛下 这个东西你倒是一直留着 我看这个东西做工精巧就 此言差矣 可惜你在白廷军身边这么多年 都没见过什么叫真正的好东西 这样吧 这个东西先交给我保管 我命羽族造叛处的人 按照原样 用黄金和宝石 给你做一个新的 谢玉皇陛下